有好几个型号 比如说这种是单头 这种是双头的液体 单头的液体灌装机的话 它可以分为100,300,500,1000,2500跟5000 一共六种型号 然后双头的话 它也是分为100,300,500,1000,2500跟5000 然后它的组装跟操作都是一样的 所以说区别在于单头它是一个机型 然后双头的话它是分为两个一套 现在的话我就以这一台液体当液500为例 进行组装和调试 首先我们收到机器之后 它有个袋子 里面的话有一根电源线 一个脚踏开关 还有一本说明书 还有以及两个备用的活塞密封圈 一个卡钩 这个卡钩是连接软管跟三通的一个卡钩 以及各种单手以及螺丝刀 好的 那我们现在就是说把机器已经整机已经完全没有什么问题了 外观是完整的 那么我们现在就开始组装这台机器 首先我们拿剪刀或者是美工刀都可以 把这个扎袋 调破之后拿下来 三通 以及 厚力器 还有我们的灌砖头 首先我们要拆开看一下 过滤器 这个是连接机器与我们那个通压机的一个装置 以及调节气压大小的 首先要看一下是不是完好的 表面没有破损 还有一个手轮 手轮的话是连接到我们调节放装量的一个装置 也要看一下是否完好 然后是三通 灌砖头的三通 这个灌砖头与钢筒的一个连接 中间的连接的一个部位 看一下是否有缺件 卡钩有没有缺件 里面的密封圈是否都已经在里面了 最后是我们的灌砖头 灌砖头的话 舒散的时候已经调试好了的 只要我们就连接到这个部位 就可以了 然后灌砖头 灌砖嘴的话是可以放的 这个灌砖嘴的大小口径是可以更换的 下面我们就看一下机器上的开关 首先这个是极平 按下去之后 整机 整机将会全部断电 这个是脚踏开关接口 这个是自动 自动与手动的切换键 这边是电源开关 然后这边是电源插座 这个是手轮的安放位置 这边是气管 这是机器的气管 这个地方是安装过滤器的 这两个调节法 这个调节法是调节粗料 也就是粗料的调节法 大小的快慢 把逆时针放下 这是快 把顺时针放下 顺时针放下 就是慢 后面这个调节法是 净料 净料的调节法 一样 顺时针 是快 逆时针 是慢 逆时针是快 一样的 然后 这个是 呃 磁控开关 这边有一个 这边也有一个 这个是固定的 这个是可以活动的 也就是说我们调节 呃 防装链的大小 就是靠这个前后移动 来调节的 那我们现在把它组装起来 首先 我们要组装的是过滤器 过滤器的组装的话 首先要松开 上面两颗 螺丝 我们可以从袋子里面找到相对应大小的帮手 比划一下啊 这个是 6个大 6毫米 磁径的 6毫米磁径的 搬手 首先把它松开 然后随机配送的过滤器 把两颗螺丝放到这两个凹槽里面 3毫米磁径的 然后机器上面有一根这样凸出来的进气管 进气口的那个管子 我们接到这个这边小口的蓝色的直接插进去就好 这边这个接口是连接我们外置的空压机的接管 这边后面这个走滑阀可以是可以前后 我们往后退 机器的往后退 就是关 这样的情况下有气 整机是没有气的 往前推 整机就会已经就有气了 那我们先往后推 接上管子 这个接口是连接通压机或者是气泵的一个接口 也只要插进去就可以了 下一步就是说我们要连接三通与钢筒机器钢筒的连接 首先我们是松开这个卡扑 这里面已经随机配送的逆分圈已经在上面了 一边编在钢筒与钢筒与三通之间 进料管 进料管 然后还有个卡扑 卡扑先套在这个进料管上面 用我们随机赠送的螺丝刀 先预先 把它拧到合适的位置 然后我们把这个螺丝刀套到这个接口上面 用力放进去就好了 然后把这个卡扑拧紧 不能让它幻动或者是松松垮垮 不然的话会漏气 漏气的话 它可能液体会抽不上来 一定要拧紧 卡扑一定要完全的拧紧 接下来我们就要安装灌装头 首先一样把这个卡扑松开 它也一样带有一个命生圈 然后密封圈先放在里面 密封圈是连接 弯头跟放装头的之间 这样子整个机器就已经组装完成了 接下来我们就要开始调试 调试的话我们首先 充电 要调试的话 首先我们需要充电 那我们就要连通气管 跟电源 首先我们就是说 气管接完之后 充电 然后首先 手滑滑往里面推 就是往前推 往前推之后 我们的气压表会显示到一个 要显示到0.7 如果说没有到0.7 0.6到0.7其实都可以 如果说没有到0.7 我们就可以把这个调节法 往上一提 轻轻一提 然后顺时针 顺时针扭动 看到指针 上面的指针 到了0.7之后 然后我们再往下移压 这个是手轮 最后的时候 把这个手轮安装到这个位置 这里有一个螺丝 放上去之后 让我们随身正顺的螺丝刀 翻手 把它 紧固好 这样就可以前后 顺时针或者逆时针的撞动 来调节我们的灌状量 放中量的大小 是按照 根据 我们这个时针开关前后的移动 往后面移动 有个手轮 四十分转动 它的量就会减少 如果是逆时针 转动 时针开关往前面移动 它是增加 这里有一条特度表 方便 方便来记忆的 然后整机组装完成之后 那我们现在来通电 插座 电源插座 刚才已经说过 在后面插上之后 通电 然后 按电源键开关 更亮之后 表面已经通电 气压 已经调起到核射位置 然后我们再把脚帕开关 插入 背转 这里 有两个孔 背转上面的两个针脚 插入 就可以了 然后 打到手动开 手动方向 提前开关 向右旋转 让它 不至于断电 然后我们首先按一下 看一下司机 再按一下 这个是调节出料 速度的快骂 当我们按一下之后 气缸会带动 里面的活塞 往前运动 往前 当气缸往前推动的时候 就是塑料 往后缩回来的时候 就是塑料 这个是塑料开关 塑料的调节法 逆时针是调大 调快 顺时针是调慢 后面这个是塑料法 塑料调节开关 然后也是一样 逆时针是调快 顺时针是调慢 我们首先调到一个核四的位置 然后把它 下面那个螺丝把它锁死 我们对于 在换动 然后我们再试一下 提起没有问题 然后我们再打到手 自动 打到自动 它就会自动 一直不停的 循环 进行活塞式的运动 一直是 出料 去料 出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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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说 如果说你把它锁就停下来 按一下 它就准平 它就准平下来了 然后我们把它打到手动 就停 打开 当我们那个 当我们进行换装的时候 活塞进入到这个位置的时候 这个灯会亮一下 这里有个指数灯 这个灯一亮 它就已经完成一次工作 然后我们回到原来的位置 这边 等它回来之后 这个灯也会亮 调节 它的大小 如果是500的话 那我们要可以把它先摇到大袋的位置 然后我们把软管放到我们的物料里面 放进去之后 我们先尝试着打开自动 先让软管里面充满物料 速度的快慢 可以调节 呃 信息 等它这里 开始出料之后 我们就可以把它关闭 然后我们再试一下 先看一下它的出料 速度快不快 如果速度快太快的话 我们就要调节 我们就要调节 出料的调节 然后再试一次 好 那我们首先换装一次 看一下 技术清零 技术清零 然后我们的 小 Danielle artet def 盖率 我 给我 早ؤ 知 水 agric 水 逆时针往前稍微摇一点点 然后重新灌装一点 好的现在是499.5 那么就可以了 产品使用完之后 我们要把里面机器里面的 长余的物料全部要打出去 我们可以把它打到自动 首先我们要把它 软管从物料里面拿出来 把里面的物料全部 干净之后 然后让它打成自动 然后它一直在那里循环 或者说如果是有腐蚀性 或者是其他有粘性的物质液体的话 那么我们必须要把它放到清水里面 可以一直在这里循环地打 把它打到自动 一直循环 打个1到2分钟 打干净之后 我们就可以了